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子欠安 未能成婚定性 以示礼数不周 哪还敢受皇阿娘的东西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瞧瞧 这几颗珍珠磕磕圆润 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作给他添嫁妆吧 来 福家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阿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 最为珍贵 如今 横提长公主 要许驾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横提妹妹的装帘增色 茶水凉了 福家 换杯热的 是 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 比起那些树妹 这位嫡公主 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景色自己 不也总以嫡出自诩 却早早就被封了 顾伦和静公主 瞧不起那些树出的弟妹 自然是她嫁与 克尔沁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她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年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 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 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 克尔沁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崇 这不现成 有横提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提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再考虑晚辈的回事 皇上 时候不早了 喝一口安神汤 就歇下吧 许家的公主 人选未定 朕的心就不安 皇上 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 听说二位主子 有点杠上了 福家姑姑 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 僵持着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 避着皇后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渊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甚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 是 皇上 张廷玉大人求见 她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 如意 你去屏风后面暂避 是 让她进来 喳 哀家 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和娘 永从心伤 景色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恒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恒提妹妹 嫁去克尔亲部 皇和娘也始终有皇上 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彪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即席 恒提妹妹 已经到了标媒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 真是不义啊 当年 那么多波折 差点就是贤贵妃 成了嫡妇禁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成了 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 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此无虑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 便只有恒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历见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 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 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 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 皇额娘的夸奖 微臣见过太后 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金竭虑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后娘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女儿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 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横帝出嫁为止 并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他们实在害怕 为了景色 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 也要把她留在身边 好 好